不愧是猪蹄中的王者 基本上就是块皮 然后里面就是筋 不够了 你再给我拿一个四点吧 再拿一个四点 哈喽 各位这里大白 我在龙江镇的市场里 找到一家通宵营业的猪脚饭 重点是什么 它通宵营业都有四点筋 也是经好几代人手的一家老店了 为什么我知道这么想一想 因为这是我吃完才录的 不过并不发现你们看 Let's go 好吧 有猪脚饭吗 有 有四点筋吗 有 也有一个像你吃针差不多的 是吗 那我朋友 那是你朋友 是不是戴着个眼镜 对对对 差不多 也是三东的 对对对 我们俩都是三东的 这个比你胖一点 它比我胖一点 比你胖一点 哎呀 大卫听到了没有 你比我胖一点 这属于是公正人 主要是我就是视频里 确实是看着有点胖 那能吹到吗 可以可以 谢谢 老板一直怕我吹不到 这个风产太贴心了 真漂亮看一样 刚出锅的猪脚和四点筋 哇 一个四点筋 然后一个猪脚 切一点好 切一下好 好好好 这个是肉卷哈 一样吃一点给你吃一下 可以可以 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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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来碗饭就可以了 再淋上点汤 OK 齐活了 我们看一下这一大盘 猪蜂蜜的正常部位加四点筋 加鱼饼和肉饼 开动 开动 夜猪蜜 有种在成都吃夜宵的感觉了 我吃一半这个嘴已经张开稍微有点费劲了 这是什么汤啊 谢谢 你们看看这个是四点筋 它给切了一半 哦呦 四点筋其实里面吧就是肥肉很少的 只有皮和很多筋 嗯 感觉这个四点筋的这个味道跟猪蜜的还有点区别哈 这个最像王子的 四点 这个四点 最多能吃的 不是什么时候都要 开始切了好吃 但是不够啊 你再给我拿一个四点吧 再拿一个四点 不用切了 不愧是猪蜜中的王子 真的 这个味道是咸香味道更浓一些 这里面就是有肉的话也是那种极少的那种瘦肉 昨天就一个小骨头一拽下来了 这个不一样两只 哦 这个看得更 更是软一些 其实大家视频里可能看上去这个 还是很大一只的 给你们看一下 其实放到你面前的话 大小吧 特是没有你全都大的 因为看一下我筷子 我这两只股筷子就粘上拉不下来了 洗个手 太黏了都吃不了下一克了 我发现这每一个四点斤 基本上就是四根骨头 就是一个小骨头 两根大的 两根小的 第二个 给你们看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后面 哇 有点烫 它的背面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肉不多 后脚 那咸菜不知道什么做 没有人知道吗 脆脆的就很解腻 一共两张皮 基本上就是块皮 然后里面就是筋 油亮油亮的 这个吃你嘴嘴观 真的就是一嘴的胶原蛋白 你在里面嚼的时候 都能感觉让那个舌头挪不开地 而且地 你看吗 说话 然后剩下的这块就是筋 你可以理解呗 四点筋其实就是一张特别好吃 特别糯的猪皮 然后剩一点筋 因为它没有肉的 好吃到有一种很鸡爪的感觉 每个缝隙的筋 就像给它啃干净 还有肉饼吗 哥 再来切点肉饼 好好好 这个肉饼蘸这个猪体汤真的很绝 加一片他自己做的这个泡菜 吃东西吧 还是得到原产地 得到花园地吃 真是太好吃了 饼粉多少 哥 哎 不行 不行 别别别 今天晚上应该属于是第一桌客人 是不是 必须付了 必须付了 哎呀 这四点 你看你又整那些 这个好 谢谢 谢谢 牛奶里面还有牛肚 这碗又不便宜 大哥真的很健谈 而且人很好 就一帮我拿风扇 又帮我摆桌子的 真的很好 OK那这期就这样 祝大家施妈妈向我们下期见 没有发言 是什么 对